歡迎來到進轉全球 我是吳采寧 美國電動車的大廠特斯拉 因應中國同業的砍價競爭 上星期宣布要加速推出 平價版的電動車 讓投資人大為振奮 但是如果歐美車廠 以為中國電動車 已經降無可降 特斯拉能夠靠著平價車 順利扳回一城 那恐怕是想得太美好了 雖然中國的電動車產業 現在陷入了產能過剩 但是在政府刻意扶植之下 大型車廠的營運 其實還是相當的穩健 有估計就指出 從2009到2022年間 中國一共補貼了新能源車產業 超過1700億美元 其中龍頭業者比亞迪 2018年到2022年 總計獲得大約35億美元的直接補貼 這樣的強力澳元 使得中國十三家大型的上市汽車製造商 截至去年底的淨現金規模 達到了三千一百五十億人民幣 銷價戰打了超過一年 但是比亞迪的毛利率甚至還反轉向上 這就表示全球這一場電動車的價格戰 不只可能會繼續打下去 而且還不排除會殺得更凶 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 最近的分析就指出 比亞迪他每賣一輛車 就能夠賺到八千一百人民幣 而這個數字呢 是中國整個電動車產業毛利 平均值兩千六百人民幣的三倍以上 高盛就表示 如果原物料成本生產規模 還有內銷跟出口比例的因素 維持不變的話 那比亞迪還有7%的降價空間 這代表未來可能還會有 更便宜的中國電動車 那剛剛一開始 我們有提到比亞迪的毛利率 我們接下來就來看看 比亞迪毛利率的變化 從全年的數字來看 比亞迪的毛利率 已經在二零二一年觸底反彈了 去年的數字也回升到了 百分之二十以上 在單季數據的部分 比亞迪週一公佈 今年第一季的毛利率 來到了百分之二十一點九 比起去年同期上升了四個百分點 跟去年的第四季相比 同樣是有所上升的 那麼中國產能過剩的問題 到底有多嚴重呢 那現在接下來 這張表就可以說明一切 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中國近幾年包含電動車在內 所有小客車的產能 都是遠遠高於銷量 二零二二年總產能是接近了四千三百萬輛 但是國內的銷量卻只有兩千萬出頭 放眼未來如果單看所謂的新能源車 中國二零二五年的產能可能會超過三千六百萬輛 但是當年的銷量呢 預估只有一千七百萬輛左右 代表會有接近兩千萬輛的車 在中國賣不出去 必須要另外尋找出海口 北京當局不在意需求的強弱持續的砸錢協助 電動車等關鍵產業來擴產 雖然長遠來看呢 可能會為自己帶來傷害 但是從目前來看 這樣的舉動反而讓製造業的景氣出現了一波復甦 中國官方最新公布四月製造業的PMI 連續第二個月高於分水零五十 代表景氣是維持擴張 而這也是中國製造業 睽違一年多以來 再一次出現景氣連續擴張的情況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五月五號將要啟程訪問歐洲 那歐盟正在調查的中國電動車傾銷 預料就會成為此行的一大焦點了 而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報導 歐盟預料將會對中國的電動車 課增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三十的關稅 但是如同我們前面所分析的 中國業者具備很大的成本優勢 就算課增三十趴的關稅 外銷到歐洲還是可以享有不錯的利潤 研究機構榮底集團就估計 要阻止中國電動車的傾銷 可能需要課增百分之四十 到百分之五十的關稅 而對於比亞迪這種垂直整合的車廠 五十趴的關稅恐怕都還擋不住 那習近平此行預計會造訪法國 塞爾維亞還有匈牙利三個國家 會晤法國總統馬克宏等人 除了商討烏厄以及中東的局勢之外 經貿問題當然也是一大焦點 此次訪問是中國國家元首 近五年來首次訪問歐洲 也將為世界和平發展 注入新動能 時隔五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打著和平口號 將在五月五號到十號出訪歐洲 首站將會會晤法國總統馬克宏 反舉經濟文化學術交流都是討論項目 烏爾戰爭跟中東局勢更是核心議題 但對習近平來說拼經濟恐怕是優先 有關電動式電池等貿易問題也都在議程上 法國廣播電台分析 習近平這次造訪法國 美其名是慶祝兩國建交六十週年 但目的是要把法國當成走進歐盟的地戰 接著習近平將停靠塞爾維亞 造訪二十五年前被北約誤炸的 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在北約跟俄羅斯的戰略格局下 習近平此舉更加受到關注 而同樣跟中國建交六十年的 還有老友匈牙利 屆時還要大力宣傳向東開放的政策 歡迎中國資金大舉注入 金新聞綜合報導 好 最近在網路上有一些討論 認為兩岸關係如果不好的話 那依賴中國市場的臺灣經濟也不會好 那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 臺灣這幾年的經濟成長表現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臺灣的GDP成長率一度超過了 百分之九 創下近十四年來的單季新高 但是接下來就逐漸的放緩 去年的第一季GDP 甚至萎縮將近百分之三點五 整個經濟也陷入了衰退 因為全球的終端需求疲弱 以及產業去庫存化 衝擊到了臺灣的出口 去年整體的經濟表現很疲軟 不過隨著出口動能從谷底回升 GDP的成長也逐漸擴大 在去年的第四季 已經接近了百分之五 是近兩年最佳的單季成長 而最新公佈的今年第一季 GDP成長率跟意外 衝破了百分之六點五 創下近三年來最強勁的表現 那第一季除了商品跟服務出口 又明顯的超過了預期 民間消費成長超過了百分之四 也是功不可沒 那臺灣的經濟成長轉強 跟出口的景氣好轉 密不可分的 好 我們看一下 這是去年夏季以來 臺灣的出口金額的變化 而黃色這一條線呢 就代表出口的年增率 我們可以看到呢 去年六月的出口曾經陷入了嚴重的萎縮 萎縮的幅度超過了百分之二十 一直到去年底才穩定的回歸了正成長 然後到今年的三月份 已經連續五個月出現了成長 而且三月份的出口金額 達到了四百一十八億美元 創下近二十個月來的新高 成長的幅度逼近了百分之十九 是兩年來的最大 財政部的官員 對於今年接下來的出口展望 也非常的樂觀 預期在AI需求的帶動之下 四月份的出口 也有機會會出現兩位數的成長 而最新的出口數據 還呈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就是時隔二十一年 美國再度超越中國 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 三月份我們對美國的出口呢 比起去年同期大增了百分之六十六 沖上了九十一億美元 而對中國的出口只成長了百分之六 是七十九億美元 使得中國輸給了美國 在臺灣的出口市場當中趨居第二 雖然對中國還有香港的出口合計 仍然超過美國 但是臺灣對東協等地的出口 是持續的成長的 使得中國市場佔臺灣出口的比重 是不斷的下降 像是三月份 我們對新加坡的出口 就大增了百分之五十八 對泰國的出口呢 跟飆升將近兩倍 而這也反映出在過去幾年全球貿易趨勢的變化 例如南韓在去年底對美國的出口 也首度的超越了中國 臺灣的經濟成長強勁 但是這樣的成果並不是雨露均沾的 主機總處就公布了家庭財富分配的統計 前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跟後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差距高達了六十七倍 貧富差距比起上一次調查 三十年前的十六點八倍嚴重的惡化 而根據人力銀行的調查 年輕又低薪的上班族 普遍不滿意自己的薪資待遇 有人兼職增加了收入 也有人積極的跳槽去尋求加薪 一進去算是四萬塊 就是比一般的社會新鮮人來得高 可是再加上輪三班可以有五萬 調漲的幅度很有限 不想只依賴一份死薪水 林小姐想辦法開園截流 每週播出十個小時打工 粗固一個月增加七千塊收入 萬語能力還不錯的曹先生 原本任職本土企業 月薪三萬元 即便升職也至調整一千元 三年前選擇跳槽外商 薪水爆發是成長百分之七十 目前大概是五萬多塊錢 公司也是會每年做調薪 那大概是四到五%左右 根據人力銀行統計 超過九成上班族不滿意 目前薪資待遇創下六年新高 加薪速度跟不上通膨怪獸 更有六成四的勞工 為了提高薪水跳槽 平均可以加到六千元 儘管基本工資已經連續八年調漲 因為通膨CPI的數字 持續的居高不下 也因此把上班族的實質薪資給吃掉了 通膨二化也讓國內貧富差距再擴大 足跡總處相隔三十年 公布家庭財富分配統計 國內前百分之二十的家庭 平均每戶財富高達五千一百三十三萬 不過最末端的百分之二十家庭 只有七十七萬元 超大將近六十七倍 比起三十年前的十六點八倍 貧富差距惡化三倍以上 情人窮得更窮 富得更富的惡性循環 基金時代想多賺點錢 恐怕只能辛苦點 記住人蔡玉如同彥宇 報導 好 美股的財報季逐漸進入了高潮 亞馬遜超微高通 還有蘋果等科技大廠呢 這個星期都要發布財報 其中亞馬遜的雲端服務 有AI助攻 業績是持續的看漲 但是蘋果恐怕就會繼續 被中國市場給拖累 上一季的營收還有獲利 可能會雙雙不如預期 創意行銷 為其向信用卡業務打廣告 亞馬遜營運升向多個觸角 近期不只廣告收入引人關注 雲端服務營收也是亮點 美國時間三十號盤後 即將公布第一季財報 營收預期將超過一千四百二十六億美元 破四兆六千億台幣 年增百分之十二 市場預期亞馬遜營業利潤 將超過三千六百億台幣 跟前一年比成長百分之一百三十五 旗下雲端服務就貢獻高達 兩千四百四十二億台幣的營業利潤 被認為是驅動成長關鍵 預期年增長將達百分之十五 營收可能高達七千九百八十億台幣 分析認為亞馬遜廣告銷量將年增百分之二十三點五 股價預期未來還會看漲 但另一頭也將公布財報的蘋果 情況恐怕沒那麼樂觀 蘋果今年以來股價已經下跌高達百分之十二 分析認為手機銷量不被看好 要挽回投資人信心 結合生成式AI功能看來相當關鍵 中國的短影音平臺TikTok 在美國的前途未普 那北京母公司字節跳動也不平靜 最近通報了六十一起 員工違法違紀的案件 從沒有迴避利益衝突 到虛報開銷 還有收受回扣等等 涉案的人員已經被全數的開除 其中四個人更涉及了刑事犯罪 遭到公安機關的偵辦 中國抖音影片企圖博君一笑 但現實生活中 如果涉及違反公司紀律 違法行為恐怕沒那麼簡單 抖音母公司字節跳動內部人士 二十八號透露 公司通報六十一起 員工違法違紀案件 涉案員工全被辭退 其中有四人涉及刑事犯罪 遭到調查 除了四個人嚴重涉及刑事犯罪的 很多都是因為敲咪咪的去撈點油水 抖音旗下四名員工 利用職務之便 非法引入合作廠 收受廠商不少金額 外包員工也違規利用虛擬帳號 獲取非法收入 另外也有三十二名員工 涉嫌收費幫商家 在抖音開店鋪 甚至長期請人代為打卡 濫報房屋津貼 最離譜的還有一個只是因為 自己的飯卡借給了朋友吃飯 吃了大概公司四百九十塊錢被通報的 還有八名員工被指控 沒進行利益迴避 涉嫌利用商業機會牟利 另外17人也違規取得公司內部資訊 敏感資料恐怕已經洩漏給外部人士 字節跳動上個月也通報去年違規案件 其中抖音集團就有一百七十七起 字節跳動進行內部調查 同時又面臨美國TikTok禁令 可說是正值內憂外患之際 進行為葉宇文 朱嘉玲報導 好 五月份要申報 眾所稅了 那觀眾朋友今年要注意心智的調整 十八歲以上的法定成年人 就算還在念書 但是如果有所得的話 一樣能夠單獨的報稅 而至於免稅額的部分 也有調高 基本的生活費比去年多了六千元 一家多口合併申報的話 會相對有利 而至於伙食費的免稅額也調升了 全體的納稅人都可以受賄 請問這排骨怎麼賣 它一斤五百三 買東西先尋價 物價高漲 尤其食物漲更兇 但好在今年報稅 受賄伙食費免稅額提高 多少能省一點 今年的伙食費免稅額 從兩千四百元提高到三千元 每個月多出六百元 一年就多了七千兩百元的免稅額 如果你的課稅集聚稅率 是百分之五的小資足 今年報稅可以省下三百六十元 要是課到百分之四十的超級有錢人 則可省兩千八百八十元 至於基本生活費 今年也提升到二十點二萬 比去年多六千 但這並不是全民都說會 對於單身族 或者是頂客族來講的話 它不見得有利 因為它本身的基本生活費 它並沒有超過它的免稅額 加上它的標準扣除 所以這點來講 要特別的注意一點 那對於一家四口以上的話 就越多越有利 原來是基本生活費總額 還要扣去免稅額和相關扣除額以後 還有剩才能發揮抵檢功能 所以多人合併申報有優勢 另外因為現在十八歲 就是民法認定的成年人 能選擇單獨報稅 以十八歲大學生為例 如果讓爸媽報服養 爸媽多了教育費扣除額 二點五萬可以扣 但如果你自己報 儘管沒有教育費扣除額 但卻多了標準扣除額的十二點四萬 兩者相差九點九萬 如果稅率百分之五 可省稅四千九百五十元 但有前提 報稅機到來掌握心智 幫自己聰明節稅 而且越早報 如果有稅可以退 最快也在七月三十一號 就能拿到退稅 那現在全民封存股 申報眾所稅 鼓勵所得 究竟要怎麼申報 才能夠聰明節稅 會計師就交戰 縱所稅刻到了百分之三十 以上的超級有錢人 選擇分離課稅會比較划算 那其他人可以一律 採取合併課稅 則信試算 怎麼樣聚結稅 五月報稅季倒數 各項收據合約 都得趕快收集整理好 但別忘了 除了妥善利用扣除而外 靠鼓勵其實也能結稅 怎麼做 會計師交戰 第一步先檢視自己的 縱所稅 稅率急劇 三十或者四十的話 那我們應該要選擇用一個單一的 百分之二十八的分開計稅的方式來 課稅比較划得來 否則的話就是用合併課稅 你的鼓勵選合併課稅還是分離課稅 如果你是必須被課百分之三十的超級有錢人 會計師建議採分離課稅 因為採分離課稅單一稅率是百分之二十八 這樣能避免鼓勵 也跟著被課到百分之三十的高稅額 至少能省下百分之二 但如果你繳的稅急劇在百分之三十以下 也就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二 百分之五 甚至是不用繳稅的族群 就最好能選合併課稅 因為還能想鼓勵百分之八點五的回饋 而這兩類族群還能倒賺 特別是說我們是用5%的稅率的 那個納稅優惹 他如果申報他鼓勵不多的話 他還可以倒賺百分之三點五 如果你完全都沒有送水 只有鼓勵的話 那你不用課稅的話 你還倒賺了八點五 避免鼓勵課稅成為自己的負擔 有些人甚至會策略性選股 例如買註冊在海外的KY股 因為股息被算在海外所得 除非所得超過六百七十萬 否則不用課稅 或者技術性在零股力前 先出脫持股 不參與除權息 或者把股票出借出去 通常這種操作的人 他本身是屬於比較股市的大戶 或者股市的專業人士 搶在除息除權先 先賣掉股票 把股力收入化為證券交易所得 就是趁現在證券所得 在台灣不用課稅 暴稅即到來 聰明試算 防自己合法結稅 今新聞 陳志豐採訪報導 氣候變遷加劇了聲音現象 東非地區從三月以來就大雨不斷 而且過去的一週 雨勢是持續的增強 光是肯尼亞就有大約一半的國土 被洪水給淹沒 黃酌的洪水 霞帶大量沙石 滾滾泥流 沖刷房屋和車輛 整條道路全被淤泥覆蓋 當地民眾的家園也難逃一劫 民眾被迫撤離 暴雨下不停 導致河水水未暴漲 那庫鲁俊 賣碼修正附近一座水壩 日前潰堤 淹沒了肯尼亞大片地區 導致傷亡人數也不斷增加當中 每年三月到五月 是肯尼亞的雨季 今年受到聲音現象影響 雨勢更加猛烈 釀成治災性的大規模洪水 大雨更造成肯尼亞北部一艘船隻 二十八號深夜 發生反覆意外 傷亡失蹤人數 預計將持續增加 肯尼亞紅十字會 努力搜救當中 而連日的大雨 更導致部分道路中斷 救援人員除了清理殘骸 也在泥漿和廢墟中不斷挖掘 試圖找出幸存者 由於雨勢不見趨緩 就怕釀成更多意外 當地教育部也宣布 中小學延後一週開學 新新聞 林志裏 王主英報導 美國強力的敦促加下停火 而美國國務院的調查就顯示 去年十月在以哈戰爭爆發之前 有五支以色列的安全部隊 在約旦河的西岸 對巴勒斯坦民眾犯下了 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 包括了虐待還有酷刑 抬出傷患迅速送醫 拯救生命幾乎成為不可能的任務 誰有機會活下去是選擇也是賭注 以色列持續攻打哈馬斯 造成加薩死傷慘重 以色列大盟友美國這時 卻掌握關鍵證據 美國國務院二十九號公布 以色列早在去年十月七號以前 就對巴勒斯坦民眾造成嚴重人道災難 路透社報導 這些行為可能包括虐待 酷刑和法外處決 但美國最後選擇力挺好友 拒絕透露違規行為 四個部份 有效地補充這些犯罪 但另一邊的國際刑事法院 可沒有美國好說話 以色列官員相信 國際刑事法院正準備對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和哈馬斯領導人等高級官員 同時發出逮捕令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再次奔走中東地區 除了呼籲哈馬斯建好就收 接受休戰協議 也會和波斯灣合作理事會 討論加薩人道主義援助 和後續治理計畫 一把戰爭遲遲不見落幕跡象 反而在各國插手勸河下 覆水難收 以色列和哈馬斯的選擇障礙 讓達成休戰更仰不可及 近新聞王家正 謝洪穎報導 美國聯準會今天開始召開 兩天的決策會議 預計在臺北時間星期四的凌晨 會公佈決策的結果 雖然基準利率預料不會改變 但是對今年利率的動向 預期會釋出重大的改變 因為再度誤判了通膨的情勢 實際的降溫情況不如預期 那今年降息的可能性 遠比聯準會先前釋出的預估更低 聯準會主席鮑爾可能會轉向 較為鷹派的立場 甚至不排除會暗示 有可能繼續升息 全球的金融市場都屏息以待 更多專業的國際財經新聞 請持續鎖定八十六臺進轉全球 節目最後帶你到秘魯看海景 進轉全球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